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检察院退休干部 他们的儿子是现职的那个政府那个检察院高官 他们盖了违法建设 房管局就给他那违法建设发了房本 然后承管就叫这么 对对 对啊 您认为这些这一家的都是官员 违法建设了 然后呢 那个其他的那些部门 那些比如说习承区账户 规划委 什么城管部门 移行 灭奖 把这个 那个给他发了房本 或者说认定了他那个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些行为都认定了 对吧 都是合法的 是这意思吧 对 对吧 那么我需要跟您解释一下 是吧 那么咱们发一种违法建设认定那个途径和部门的职责 他都有 他都有正当的途径来去解决 一 您认为他这个违法建设认定的是错误的 对吧 那么 一 您可以向法院进行诉讼 二 您可以向政府法治办提起行政复义 三 城管部门他上一期到北京市这个 这个层次上 还有城市管理局 他也可以对这个 比如说 您认为他违法发放的这些认定的证书 是属于不合法的不合理的 那么这些部门都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认定 一 认定什么呢 他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 二 您不用跟我这么说了 我们都做过了 我刚才给您看的这些是什么呀 我给您看的这些就是说 我向他们投诉了 他们给我做假 您知道吗 互相提提小 而且我还要跟您说 他们自己做的假 自己拆穿 对 自己做假 自己拆穿的 而且 然后有公共法的一些部门 来对这个问题进行认定 对吧 有这些部门 我还再说一遍 纪检不是说什么事情都管 这都是法律上的程序上的事情 哪些是规计为管 我在这里说 检察院我们也去过了 检察院说 您 你们反映的问题 应该上纪检部门 他不是我们的一个系统门 他也不是我们的上一级部门 我跟您说的这些是依照 比如说咱们各方面的职责 我现在就是说 我来到您这儿 您不要说他们的职责 归不归您这儿管 您就一句话 归不归您这儿管 你们有没有职责 你们反映那些问题 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或行政 会议的途径来去解决 那么同样他的市政府部门 中纪委是不是反弹部门 北京市纪委是不是中纪委的下属单位 对不对 反弹是我在这儿 我在这个提报信里 我说的明明白白是腐败 是腐败行为归不归您这儿管 您就不要跟我拽了 这种话我们八年之间听得多了 父亲听得多 我们的学习时间也不少了 我跟您这儿举报的就是 政府部门在造假 您还让我去政府部门 傻呀 神经有毛病啊 收不收吧 不收 不收 您拿这份工资 您中午在吃饭的时候 您验得下去吗 我下一步我上哪 伤嘴闭嘴 半厅吃饭去 他们 还是我上哪 你爱上哪上哪 他们话你也很明白了 不管吗 就是 就是不管 拽了半天你不管 拽了半天他就是不管 这门